Hello大家好,我是仙仙,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今天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椰浆面包 这款椰浆面包呢,它也叫做泡浆面包 我们要使用到一整罐的椰浆来制作这个方子 面包的四周会裹着一层布丁一样口感的椰浆 非常的浓郁好吃,推荐给大家 喜欢椰子味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哦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汁 非常的柔软细致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的是 220克的泰国椰浆,70克冰水 5克素溶干酵母 70克的细砂糖 我们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然后再继续加入225克的中筋面粉 225克的高筋面粉 最后再加入5克的盐 放到厨师机里面进行搅拌 我们先用低档进行混合 当面成团之后呢,我们可以改成2档或者4档进行快速的搅打 我们在面团搅打的中途 我们在面团搅打的中途可以停止一下厨师机,让机子休息一下 同时也让面团休息一下 用保鲜膜盖起面团 放到冷冻室里面冷冻5-10分钟 之后再继续进行搅拌 这样子可以保持面温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 面团温度升高过快的话 组织会变得粗糙 我们继续让面团搅打 当面团搅打至可以拉出一个薄膜的时候 我们加入45克的软化无盐黄油 继续用低速进行混合 大约3-4分钟之后 黄油会逐渐与面团慢慢的融合 然后我们再开启2档或者4档继续搅打 3-10分钟 再继续搅打3-4分钟之后 我们的面团会变得非常的紧致细致光滑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它可以拉出一个非常透的薄膜状态 那我们的面团就搅打好了 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里面抹一些黄油或者是植物油 把我们搅打好的面团移到大碗里面进行收圆 收出一个光滑面 然后进行发酵 大家可以使用发酵箱 也可以使用烤箱的发酵功能 烤箱里面需要加入一盘热水 保持面团的湿度 在28-30摄氏度的 环境下发酵大约60-90分钟 发酵好的面团移两倍大 我们用手指沾过一点面粉测试一下面团 它不塌陷 也不回弹 会很好的保持形状 那这就发酵好了 我们把它倒扣到撒了粉的桌面 用手按压出气体 然后把它拉扯成一个方形 这样更好的进行分割 我们需要分割成均匀的25等份 这个方子是刚好可以 适合我们的28x28厘米的烤盘 大家要使用不粘膜的烤盘哦 我们切割出25等份之后呢 每一个的重量大约是35克左右 如果大家发现有大小不异的面团呢 我们就把大的切割一些到小的里面就行了 我们用左手按压中间 右手捏合面团 把它捏合紧 把每一个面团都包裹收圆 然后把我们都收圆的面团 摆裂入我们的烤盘里面 每一排是5个 再进行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在35到38摄氏度 发酵时间大约为30到40分钟 我们还是继续要使用到热水在里面 这样可以保持面团的湿度 面团在二次发酵的时候呢 我们来准备 170克的椰浆 15克细砂糖 还有5克的玉米淀粉 我们先把玉米淀粉跟糖混合均匀 然后再和椰浆一起搅拌成 细腻无颗粒的状态 取出发酵好的面团 我们在面团上面 刷上满满的一层椰浆 最后我们再把剩余的椰浆 都淋到我们的面团上面 让烤盘铺满一层椰浆在里面 让烤盘铺满一层椰浆在里面 最后再在表面撒少许的椰浆进行装饰 入预热好180摄氏度的烤箱 烘烤大约25-28分钟 成品出来了 非常的金黄漂亮 我们先来拿一个尝一下 这个要趁热的时候吃会特别好吃哦 还很烫的 但是已经忍不住要拿出来尝了 面包的底部会很干爽 四周的椰浆已经变成了一层布丁的状态 口感就像果冻布丁一样 非常的香甜好吃 喜欢椰子味的朋友相信你也跟我一样会爱上它 超级的柔软好吃的 椰香味特别浓郁 太好吃了 我再拿一个 真的是一不小心就会吃两个三个四个的 大家不要错过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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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